他是继抄奥特八兄弟之后 孟比优斯剧场版的又一神作 也是无限孟比优斯 首次经验登场 他就是孟比优斯与奥特兄弟 今天就带大家看看 这部神作背后 显为人知的幕后拍摄花絮 2005年12月20号 电影的特赦部分正式开始 首先工人在搭号场景后 几位皮套演员 会先对着萨乌鲁斯的皮套 经营动作模拟演练 接着穿上皮套的几位奥特曼 纷纷在事先搭建好的场景棚里 做出一些烈的翻滚动作 营造出被光弹堆积的效果 该说不说 皮套演员娴熟的动作 加上精准的爆破点 这战斗的刺激感 一下就出来了 拍完一组后 工人为了省电 会马上将皮套的灯给关掉 接着要拍的就是奥特兄弟 搭战萨乌鲁斯的经典画面 虽然镜头里看着不明显 但实际上萨乌鲁斯的皮套 要比奥特曼高了不少 而奥特兄弟被触手攻击的画面 其实是在绿木棚里 工人利用轮滑拖转完成拍摄的 下面要拍摄的 就是高楼爆破的场面 首先道具组 会在大楼内提前安装好火药 随后甲梦比尤斯一个手势 便立刻引爆 而嘎刺行人被射爆的场面更有意思 首先道具组会做好一个 还原度非常高的石膏模型 然后在里面塞上火药 接着直接引爆 后期加上特效 就呈现出了惊人的效果 下面要拍摄的 就是奥特兄弟与几位灌兽在城市中的战斗 在此之前 工人会先1.1点的搭建出 一个庞大而又精致的城市 从各个细节来看 远古的场景搭建 简直就是神中之神 而且这里的每一村都是钱啊 一切就续后 孟比尤斯率先和地婆行人展开格斗 该说不说 小孟的战斗动作是真的帅 接下来是赛文队战嘎刺 然后是真假孟比尤斯 面对面较量 而两人打斗的每一个动作 都是经过精心设计的 而艾斯被击倒的画面 其实是这样拍出来的 接着就是纳克尔行人的 各种摔倒表演 最后要拍摄的 就是奥特兄弟 和萨乌鲁斯的空战 首先操演会将萨乌鲁斯身上 绑满粗绳 然后十几个壮汉 在盒里将其拉起来 后期才通过CG特效 来完成精彩的空战打斗 而空战的完成 其实不仅麻烦 而且还非常受钱 只能说远古为了排出好作品 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接下来考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知道这个烟花转动 是用来干什么的吗 答案是 这是赛文变身时眼睛的特效 在补牌完人肩体变身后 超偶子八兄弟 就算是正式杀青了 这部作品 当年一上映 就立刻获得了一致好评 不管是皮套演员 还是人肩体演员 乃至每一个幕后工作人员 都付出了百分之百的热情 所以才有了这部经典神作 老奥子兄弟 真的假的 真是 厉害 实在是太壮观了 尽量给大家看到 尽量的热情 尽量你的热情 尽量新闻 尽量充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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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